那說到欺騙,最近有一個大新聞爆炸了 我知道,看年我也上了Alex Jones的節目 說他愛希特勒,然後帶著那個Balenciaga 我根本就不知道那個是什麼的頭套 然後旁邊放著一本聖經在那個地方 真的是在發瘋,OK? 我們就來探討一個對大家重要的新聞 就是有一個叫做Liver King 肝王的健身網紅 他被爆他是個騙子 我知道更冷門 但是請大家看完我這一篇 相信我到最後是會有意義的 那各位知道Liver King是誰嗎? 我在寫這篇新聞之前我也不知道他是誰 我只知道之前刷Facebook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看到他 我現在才知道他叫做Liver King 他就是一個超級壯的一個人 然後從來沒有穿過衣服 然後每天就在那邊吃很大隻的動物的內臟 而且是生吃 然後就說他的身材、肌肉線條、體脂 都不是靠藥物來的 就是他就是跟原始的動物一樣 吃生肉然後運動然後才變成那個樣子的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特殊的健身方式 Liver King here, we just finished butchering the cow The first thing we had was the liver of course Now we're gonna have some lung And a marshmallow 至少要撒一點鹽吧 反正這就是他的訊息 就是他吃的方式很原始 然後他多次的說 他從來不打類固醇 不吃那些健身的東西 就算很明顯的 他就是有在搞那些東西 就是有打類固醇 現在還被爆出來 他大量的打類固醇 事後他發了一個道歉影片 因為我負責署的 I've stated that this is a complicated as f**k topic at least to me it is because before social media I was rich and anonymous and after social media I'm still rich but no longer anonymous and I never expected this kind of exposure in the public eye It's been tricky as f**k to navigate Well Clearly I did it wrong and I'm here now to set the record straight Yes I've done steroids and yes I'm on steroids monitored and managed by a trained hormone clinician Liverking the public figure was an experiment to spread the message to bring awareness to the 4,000 people a day who kill themselves the 80,000 people a day that try to kill themselves are people are hurting at record rates with depression auto immune anxiety infertility low ambition in life our young men are hurting the most feeling lost weak and submissive so I made it my job to model teach and preach a simple elegant solution called ancestral living the nine ancestral tenants so our people no longer have to suffer so we can collectively express the highest and most dominant form this is my fight wow 好令人訝異啊 對不對 我們怎麼看不出來呢 對不對 我們怎麼看不出來 你有打類固醇 我們當然看得出來 所有的人都看得出來 這個人有打藥 說實話 我也有在健身 OK 我沒有 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得出來 我是有試著去健身啦 但是非常困難 練兩塊這個胸肌跟六塊腹肌 是超級困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人他全身的肌肉都是假的 但是顯現了一個很明顯的社會問題 我們的文化正在被社交媒體不斷的衝擊 正在無止盡的被這個明星文化流行文化衝擊 導致我們對於正常的事情麻木了 所以說我們不斷的追求刺激的東西 更吸睛的東西 不管是在AI news上面 還是在顏值攻略上面 我們其實不斷的強調的就是 當一個正常的人 當一個正常的人很好 有正常而且正確的三觀的價值觀 是非常好非常正常的 我們不需要接受八十幾個性別 才算是進步 我們不需要一定要支持黑命貴才表示有愛 我們不一定要支持同婚才代表民主 我們不一定要支持烏克蘭才代表反共 這些都是社會的同己壓力造成的錯誤的觀念 人類很容易被這些極端的刺激的事物吸引 我們看到這些很明顯不是真的東西 我們會告訴自己說 我們會洗腦自己說 或許我們的認知是錯的 或許這些東西是真的 但是常常就都是假的 我們常常被騙 例如什麼羅斯財爾家族啊 Q啊那些東西 常常就只是政府擴大他們的權力而已 常常就是聖經裡面不斷的告訴我們不要被騙 要加強自己的獨立性 因為政府其實都是壞人 他們只是想要無限的擴大他們的權力而已 絕大多數的情況下 我們是可以相信我們自己對於對錯的認知 還有基本常識 外加上幾千年來流傳下來的習俗跟文化 特別是基督教的國家 絕大多數的人類千年留下來的文化還有生存方式 會比突然出現什麼主義徹底改變的生活方式的議程 更適合我們生存 例如在某個網紅的Youtube上面說了一堆很不合理的東西 全部整合起來合理化一切的陰謀論 不管是 Kanye West說什麼二戰希特勒沒有殺猶太人 還是小粉紅說中國大躍進的時候沒有餓死六千萬人 還是一個健身網紅說吃生肉跟內臟就可以變成那個樣子 如果那些東西聽起來很不合理 是很單方面的思想 又不符合聖經的話 絕大多數就都是假的 那我在這邊想說的就是 就算有些人不是基督徒 他們也可以是保守派 因為他們相信那些祖先留下來的 維持這個文明的生活方式 絕對比那些創新的東西來的穩定 你可以不相信基督教 你可以不相信耶穌基督為你死而復活 但是聖經是一個至少三千年的傳統的書 西本建造了整個兩河流域的文明跟西方文明的書 表示是一個很實在 很穩定 尊重家庭 彼此尊重 至少充滿了三千年的智慧的書 裡面甚至你能吃什麼跟喝什麼 對你有幫助都有寫到 這個樣子 你就不會跟那個liver king一樣在那邊吃生肉了 你就算不是基督徒 也可以用聖經的律法跟生活方式 有一個非常好的非常正常的人生 或許你沒辦法跟基督徒一樣 在人生當中找到意義 然後還有追求神的喜悅 但是至少你會是個正常人 而且你會知道你自己的軟弱 以及人類對於權力的渴望 這個樣子我們在看不管是迪士尼的CEO在那邊鬼扯說他要放棄覺醒文化 或是Ron DeSantis說他一定只會用法律來保護你 或是什麼陰謀論的時候 或者是什麼習近平是殘竹精 江澤民是青蛙精 鄧小平是烏龜精 然後都是從靈界來的 我們就都可以知道 他們要的其實跟這個健身網紅一樣 只是想要有更多的影響力 只是想要有更多的掌聲 只是想要有更多的權力 神知道我們是特別的 因為他創造了我們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人生跟獨特的經歷 我們要為我們自己負責 我們要當一個正常的人 有正常的家庭 在我們的人生當中找到命定 才有可能得到快樂 我們不需要什麼多元家庭 多元性別 不需要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來證明我們的存在感 這個就是為什麼這本三千年的書 傳承下來的文化 會比現在哈佛大學交出來的垃圾 還要重要 還要有智慧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